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我是鮑伯,我是維恩 我們今天是東京隨機冒險的第五集啦 耶! 那還沒有看過的人呢,規則如下 首先從1到41的50音開始 31 馬 馬有八戰 換言人是 好 32 米 ヤバイ 青梅線 ミタケ的育月 I don't know about that man 今天好像滿硬的 今天真的很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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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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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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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6 7 7 8 9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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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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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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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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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邊好像是一個國立公園 對 沒錯 所以應該是有很多自然可以享受的吧 現在想起來其實 或許比抽到銀座還有趣呢 不是或許是一定 一定喔 對對對 跟我們五藏五日式那一集一樣 就有點誤打誤撞 但這邊又比五藏五日式 就稍微再更HAPPY一點點 而且我們走路大概一分鐘就到了 今天的第一家餐廳要吃 手打瘦把玉川舞 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 如果你在日本玩啊 通常到那種鄉下或風景很好的地方 就很容易吃到的是手把蕎麥麵 對 然後跟那個叫什麼 講一個特別吧 跟那個賣那個豆皮的對不對 對對對 這兩個東西都是他們鄉下很熱門的食物 基本上是一條那種登山的產業 算是產業道路或公路 對然後 路邊的話就是有風景跟一些小店 嗯 哇這裡還有Cafe耶 對啊 太爽了吧 還有天然冰專門店 還有金釀啤酒 對啊 結果根本就是來到一個超棒的地方 大丈夫です 左邊 好我們吃玉川湖 哇 超棒的耶 哇 超棒的耶 來到一家 很有樣子的店耶 對啊 太好了 趕快進去 這邊基本上就是賣蕎麥麵為主 冷的 熱的 然後他也有賣一些 飯 然後跟一些單點的料理 嗯 這家店啊 在日本的大正四年就已經開業 所以應該有一百多年左右吧 然後他呢 在Google麵上面有4.1的高分 還不錯 就是我點的天婦羅蕎麥麵 哇 我點的是Omori 所以他的蕎麥是大份的 嗯 還是一個 炸魚 嗯 炸的金黃酥脆啊 而且 不會感覺非常的油膩 還蠻清爽的 好修 好我點的是 熱的蕎麥麵 感覺就超 舒服的 嗯 嗯 我覺得蕎麥麵啊 他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吃他那個蕎麥的味道 然後這麵還蠻有Q勁 然後配上他這個湯啊 也是那種淡淡的 有點鹹鹹甜甜的味道 好我們來吃他這個 鹽烤的山裡面的魚吧 嗯 很香 很好吃 很好吃 因為他這個魚本身的鮮味很夠 然後再沾上一點點那種粗鹽啊 整個那個海鮮的味道 都被擠一點出來 好吃 這家是我們剛剛的蕎麥麵店 走路一分鐘就到冰店路 菜單還蠻可愛是手寫的齁 對 這邊就是有 集中口味 不同的這種日式的剉冰啊 後來發現這個地方其實還蠻厲害的 你看在這個車站旁邊的冰店 它直接有那種觀光地圖 然後這邊其實很多吃的小店的 對 然後也有一些西谷的景點什麼的 然後算是很幸運的一天 對吃下一個 來幫忙 所以我點了檸檬冰 大家看一下比例尺 它其實堆的還蠻高的 老闆還有附電 加了起司跟電影之後 味道更多元 而且我覺得它蠻不錯的 它不會讓你就是吃一口 然後就覺得非常的膩 你點的這個是什麼 blueberry cheese 吃完冰之後感覺好冷喔 那我們接下來要在這邊的育越西谷 走走看看 西谷這邊有人在SUP 超酷的 因為我們剛剛都在吃東西 然後沒想到 從那個上面走下來 才兩分鐘吧 馬上就到了一個野外的西谷 然後這邊的風景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它這裡的步道啊 規劃的還蠻好 就是它的左右兩邊其實有蠻多 咖啡廳啊 古民家 然後那種吃茶店 然後景林這步道的旁邊呢 就是西谷的風景 然後它這一整路沿路的步道 都做得還蠻完善 超漂亮 覺得散步起來非常的舒服 又很方便 我們剛剛走的快要二十分鐘的步道 然後現在走到了上一站的澤井站 準備來搭車前往下一個地方囉 接下來我們要從育越 搭大概一個小時的車 然後在立川轉車就可以到萬願寺 好順便跟大家科普一下 我們剛剛搭的那個是 什麼 多摩的Monorail對不對 對 單軌電車 單軌的電車喔 還蠻好玩的其實 我們現在一下車來到今天 才第二站而已的 萬願寺 這邊真的是住宅區 但是呢看這邊是土方穗山 新選組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誕生之地高不好用 相關的一些景點可以看看 比如說什麼紀念的什麼鬼東西 那我們去外面查景點吧 請幫我們說明一下行程 好我們對這次的行程 可能沒有太大的期待 但是呢我們可以把它想做 從A站一路走到B站 一路上會經過這個萬願寺的一個公園 然後接下來經過一個 好像有點漂亮的Starbucks 然後接下來經過一個自然公園在這邊 沿著這個橋萬願寺步道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走到高翻不動 然後從那邊去下一站囉 算是一個比較方便的行程安排囉 我們路邊的水溝有一個 新選組的選之界 好可愛喔 後方就是剛剛我們看到那個土方穗山的資料管 但是因為今天沒有開就算了 就不去了就去下一站吧 好 那順便聊一下 就是剛剛有問你說這邊的道路 因為感覺跟東京市區的路又比較不太一樣 這邊應該就比較接近像產業道路一樣 就是這一路上就是筆直或是路面比較寬一點 然後會有很多拉麵店啊 就是燒肉店啊 那就大家開車就可以去吃個東西 那種應該也算是離市區遠一點點的地方 比較會有的道路形態對不對 對因為這邊其實已經離開23區了嘛 所以 而且離新宿大概也二三十公里吧 就算是一個交通要道可以怎麼說 然後通常那個店家就會變成很大間 對對對 那種什麼Family Restaurant也會有 對但是呢大家不要太期待產業道路上的產品 好啦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幽靜的小區 這是八番大神社 那就走走看看吧 我覺得這個神社還蠻有趣的 就是呢它的左手邊是一個Volkswagen賣車的 然後右手邊是集合住宅 然後中間有一個看起來很靜密的神社 真的 好我們經過那個八番神社之後 現在到萬怨寺中央公園 可稱作是萬怨寺的紐約中央公園一樣 然後旁邊就有一個萬怨寺 那我們再附近走走看看吧 我覺得啊這個中央公園比我想像的 還要有點老舊嗎 可能這邊的預算比較沒那麼多 疏於管理啊 對就是它給我一種 比較久以前蓋好的公園的感覺 對 而且旁邊有一些鐵皮屋之類 所以其實並不是很親民我覺得 這裡跟我們昨天去的那個 都立大學 很多小孩在玩的地方有點像 對但是這邊感覺是要讓更多小孩子來玩 但我沒有看到任何小孩子在這邊 我覺得這裡確實有點微荒涼 對 它那邊有個兒童中心啊 這個兒童館感覺真的蠻 不像兒童會進去的 對因為昨天都立大學那裡超熱鬧 對 這邊鴿子可能 烏鴉可能比人還多一點 剛剛查了一下 這邊居然沒有萬怨寺 所以萬怨寺可能是這邊的舊址之類吧 然後所以只有萬怨寺公園 所以這邊有了其實是很仰寺 我們進去看看吧 萬怨寺 so far 算是蠻乾的喔 對 真的 就是好像 公園也有點年久失修 好像寺廟也不是我們想像中那種熱門的廟這樣 對因為其實今天是禮拜之下午 理論上應該會有一些家族在那邊 對 後來發現他們其實也沒什麼兒童可以 玩樂休憩的地方 嗯 沒關係啊就是 對呀 一個經驗嘛對不對 總有幾站是 不對應該說 剩下80%站可能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對 好 這路邊這個很大家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產業道路會有的那種大型餐廳 我覺得這邊最時尚的地方 也許就是這個 有drive to 得來處的星巴克吧 人超多 都是年輕人 進進出出 這個產業大路旁啊 直接後院種田種起來 那我們經過這個河川之後呢 過這條橋之後呢 我們就要離開這邊啦 我們已經走到高翻不動車站了 我們接下來呢 要從高翻不動 再搭乘一個小時的車 來到六鄉土首 那中間呢會經過川崎站 而且呢已經是從神奈川線過這條河 然後到東京都 好我們現在一轉車來到川崎站了嘛 OK 接下來要達成荊棘川崎 然後到六鄉土首 我們最後一站 對然後我們目前剛包伯對他的預測是想說 因為川崎這邊是一個住宅區的超大站 然後所以他的下一站 有可能比較偏廢 這樣不太確定 我們等一下去看看 Let's go 拜拜 我們來到今天的最後一站 六鄉土首 六鄉土首 這邊 沒東西 目前 so far 對阿 so far 感覺是今日最住宅 對 但剛剛看到其實還是有很多人下車要回家 對 可能下車直接就走回家 我覺得蠻好笑的是 剛剛我們自從神奈川線 對 做回東京都 但是神奈川線那裡很明顯 比東京都的這裡 感覺熱鬧一點 我們就過一個河 過一個河就像過一個世界一樣 我們後來查了一下 發現這邊 果然這是東京最偏僻的一個區域 然後呢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去的地方就是 因為現在其實也暗了 就帶大家從 車站附近然後走到這個橋上 然後看一下 或許可以看到一下 那個川崎的夜景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再往 六鄉神社走一走 好 在此之下我們先 在橋上附近找個吃的東西 對 然後剛剛其實看起來也沒有什麼 好吃的東西的樣子 對 然後最後再去神社看看 結束今天的行程 好 GO 這邊的路跟剛剛的比起來 好像 又也是 更偏僻嘛 更危險一點的路 讓我想到了 這裡好像比高景戶又更廢一點 嗯 對 但是沒有比那個塔媽什麼多摩的那個 金王多摩山 對對對 因為那是完全沒有餐廳喔 哇 這個 樓梯超級斑駁的 對啊 感覺在做什麼生日本系列 對 我們現在來到那個西城區這樣 對 我是好的 最多窮人的地方 這邊是六鄉橋 然後在我後面的這個方向 就是剛剛我們搭車過來的神奈川 晚上就吃這個燈再一次閃爍了 燒肉 六米 洛杉園 呀 就跟剛剛那個閃爍的招牌一樣 我們進去看到就只有一個店員 然後感覺店內非常的渾暗 所以我們就放棄了 招牌閃爍我們內心也閃爍了 對好害怕 我們現在去找一個別的吃 這裡 這邊真的太暗了 有點恐怖 覺得這邊 已經讓我想到我們 跨越東京23區 最後走的那個 就是沒有什麼人的地方 真的就是要到前夜之前 對對對 那時候是在江戶川區嗎 對江戶川區 對江戶川區 然後這邊的 不知道燈光昏暗 然後也沒什麼 不知道房子跟店 對所以東橋幫你來就不用買 對對 你看沒有人會來六鄉 六鄉徒手 對可能雜色還可以 雜色好像還蠻多餐廳的 就是橫濱跟那個叫什麼 神奈川跟雜色的中間站 就是什麼都沒有來 沒錯 那我們到處第二個行程 就來六鄉神社 來看看這邊的六鄉神社 怎麼樣呢 六鄉神社 講了兩次 不過我必須說這個地方 白天藍應該還蠻厲害的 對啊 規模看起來頗大 它有個神橋耶 好差不多 對 不過我必須說我覺得這裡跟我之前住的 Minoa 大致上來說 有一點接近 但是我覺得這裡真的又再更舊一點 可能是因為有一個產業導火 對 就讓人家感覺真的比較 像是能夠 因為畢竟三支人有商店街 對 然後還有一些可以逛的東西 沒錯 然後這邊就真的是完全全沒有 沒錯 對啊 我們現在決定要走到 比較靠近雜舍站的地方 吃 安全 溫暖又明亮的家庭餐廳 Bikri Donki 好我們來吃家庭餐廳 Bikri Donki 好我們剛剛大概等了半個小時 差不多 然後就入座啦 對 那我自己覺得家庭餐廳爽的地方 就在於 東西不會很好吃 但就是坐起來很舒服 可以休息一下 對啊 這個是Bub點了蘋果汁 他說他點大杯 結果來了一個 冰霸杯 笑死 剛剛點了一個炸的 這應該是花枝圈 對 然後還有這個是副餐的沙拉 基本上都是以那個 知道什麼 蘿蔔絲為主 生魚片的剩下的 剩下的蘿蔔絲 拿到這邊再賣一次 哈哈哈哈哈哈 好我先吃一下魚片好了 來 正常 通常這感覺要 美乃滋吧 對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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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晚餐點的漢堡牌來囉 對 這家店他主要就是吃漢堡牌的 嗯 這時我也覺得他的那個 漢堡牌 就是肉不會很乾 還蠻 就是蠻軟蠻濕的 然後他的多蜜醬 跟起司醬也都還蠻好吃 水準之上 我們接下來就要在雜色站 搭車回家啦 那我先簡單講一下我今天的感想 其實 就我覺得啦 就是 這幾集做下來 那 每一集幾乎都還蠻高潮疊情 你就會發現說 東京有些地方 呃 沒去過但是還蠻特別的 那有些地方 也沒去過 但就還蠻爛 大義就是這樣 嗯 我的話也是跟委員差不多 今天就是像大雲霄飛車一樣 就是早上其實Tension還蠻高的 然後如果 以後天氣好一點的話 想到那邊多帶一點 但是接下來 說那個育月嗎 對育月 然後接下來兩站就 就是直接跌路到谷底 所以就是 655站也是有好玩跟不好玩的地方啦 對啊 六箱土手實在是蠻 蠻土的 沒有啦 它就真的是很偏僻又很久遠的住宅序 我覺得看得出來 對啊 有機會的話就不要來這邊 好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 東京隨機冒險的第五集了 我們下一集見囉 我是包吼 我是韋恩 大家再見 掰 緊急追加一看 我們發現我們今天搭車啊 竟然搭了六個小時 超誇張 六個多小時超誇張 就等於是從台北坐到高雄這樣 對 所以這個行程不推薦啦 對啊 從家裡到育月就快兩個小時 對啊 然後從育月到第二三個小時 整塊忘記了 對 反正就是千千後後加一加 現在回家六個小時 對 回到家就要十點了 好 然後這個花絮就這樣 掰掰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